大家来一起学苏西汉语 颜色 红色 红色 红旗 五星红旗 中国的国旗是由五颗星星和红色底色组成的 红色是鲜血 代表革命烈士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换取新中国的成立 是颗小星星围绕着一颗大星星 小星星代表人民群众 大星星代表中国共产党 红 红有流行的意思 很红 很红 它很红 网红 网红 这个网红 很红 红色在中国还代表喜庆和好运 红包 红包 在中国 每逢过年 已婚的人会给小孩 或者未婚的年轻人红包 我们把钱放到红包里 给他们祝福 希望他们来年好运 绿色 绿色 绿叶 绿叶 我们常常把男人比作绿叶 把女人比作红花 绿叶衬托红花的美 绿帽 绿帽 在中国 妻子出轨 就是给丈夫戴绿帽 左图那个被戴绿帽的男人 被安慰说 坚强点 坚强点 右图那个被戴绿帽的男人 嫌弃的说 快拿掉 快拿掉 要知道 在中国 没有人喜欢绿色的帽子 黄色 黄色 小黄人 小黄人 蛋黄 蛋黄 黄了 黄了 绿叶变黄了 绿叶变黄了 黄了 黄了 在中国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形容一件事情没有办成功 失败了 用一个对话举例 一个朋友很关心的问 那件事情怎么样了 那件事情怎么样了 你沮丧的回答 黄了 黄了 在中国 黄色还有琴色的意思 如黄色电影 意思就是琴色电影 下面让我们用红绿灯 做一个练习吧 这是什么颜色 这三种颜色你们都记住了吗